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鄭宜婷 歡迎鄭宇婷跟我做來關心 7月11日第五段收視 台北市長有關問題 帶到台北市政府團隊 和婚禮管政府做市情交流 安排來到口號向台灣調心臺創意很苦 希望讓兩位官司共同來研究 三小的美化 好想恰恰對方的優勢 第一條,你台北市建立有機銷售通路 最重要的是什麼意思 台北市長有關問題 帶到台北市政府團隊 跟婚禮管政府團隊 用兩天的時間來跟婚禮做市情交流 第一次看到本尊 這樣看來五十年後 今年是史燕倫50歲生日 五十年後 我這五十年後終於看到這個真正的本尊 那這次來這裡當然是看看這個 一樣,我們都出外幾個目的 第一就是曾王建倫 都學習了 他也新認識一些朋友 所以我們 這一次台北市政府的團隊 跟雲林縣政府團隊 也趁這個機會 可以做彼此的交流 也希望說以後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好,謝謝大家 基東第三站來到口號鄉 台灣雕新台創意橫幅 是這次來到婚禮 重要的拜訪地點 希望透過兩關事業的合作交流 將婚禮管地匯擁鑊 跟農業的經驗 跟台北市消費市場做連結 台北市政府跟雲林縣政府 就是在市政交流 他今天來到我們台灣雕生態園區 最主要就是要來 參訪我們的智能養殖室 我們這個智能養殖室 是結合綠電 還有科技的養育模式 讓整個土地有善的利用 然後水資源減少 讓整個台灣雕的產能再多增加 然後才有辦法應應國際的訂單 還有內銷的需求 那這樣的養殖模式 也是我們自己研發出來的 透過幹部和兩個館市長 很快就了解兩個館市的優點 也透過這房子合作交流 可以互相來合成兩個館市的優勢 上海中的我們是一個農業大館 我們是一個生產館 台北是一個消費館 所以如果生產館跟消費館 在農業的部分 可以搭起一個橋樑 那相信對我們的農民基民 都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智慧的農業智慧的養殖 介紹給我們台北市政府的團隊 今天幾乎台北市政府所有團隊 都到雲林縣來了 那雲林縣政府所有團隊 那彼此之間 各個相關的局處相關業務 都會進行更緊密的一個聯繫 更緊密的一個交流 對話 郭文天市政府 剛才來到雲林拜訪台灣雕形台 創他很苦 也分別到郭文北北市政府 雲林縣間雅伯新台館 以及高興華山UK中心 頂頂的地點 希望透過互相交流 讓人的關係可以合作 創造出不一樣的交流方式 記者定規矚長報道